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小女孩只是跟妈妈对视一眼就听到了妈妈的心声 妈妈要跟爸爸分开,责怪都是她的出生,改变了父母的关系 女孩询问妈妈,她是不是不该出生 妈妈大惊失色,导致车子失控,发生惨烈车祸 扶妈梦到闺主冲进火灾现场救多海 她嘱咐闺主离多海远点 闺主拿出两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告诉妈妈,戒指不是多海偷的,是13年前她亲手给多海戴上的 未来的她也一定会回到过去拯救多海 她劝妈妈,货灾会被扑灭,她和多海也会平安无事 扶妈反应过来,虽然婚礼没办成 但闺主和多海的命运13年前就已经交织在一起 扶妈猜测如果多海和闺主联手说不定可以重振扶家 扶妈为这个想法兴奋不已 突然发现多海给她的彩票不见了 此时福爸把彩票交给了骗子 希望23亿韩元一次性买断她被仙人跳的丑事 骗子连声答应 可转头就把福爸和舞伴亲密的照片发给了福妈 福妈歇斯底里 没想到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丈夫竟然背叛自己 福爸解释她只是单纯去舞厅放松 并未做出格的事 福妈不相信丈夫的鬼话 指责对方自从自己没办法做预知梦后 丈夫就觉得自己没办法控制她 长出了贼胆 福爸倾诉 多年来她在福妈面前一直是个透明人 而且还要保守一家人的秘密 她快要窒息崩溃 只是想找个放松的地方 福妈不听解释 一气之下将福爸赶出家门 福爸临走前嘱咐孙女好好吃饭 自己要去旅行 孙女摘下眼镜看着爷爷的眼睛 发现爷爷说了假话 福家被闹得鸡犬不宁 骗子却喜笑颜开 与多海妈会合 原来两个骗子跟多海妈是一伙的 而设计敲诈福爸都是多海妈的主意 多海看到彩票在妈妈手里 顿时明白了前因后果 她怒火中烧提醒妈妈 之前被她操控并不是她没办法离开 只是因为她觉得妈妈失去女儿很可怜 就算妈妈把她当替代品 她也愿意成全妈妈的心意 可现在发现她连替代品都不顺 多海彻底跟妈妈决裂 临走前她警告妈妈 多海把彩票的事告诉了闺主 劝闺主不要妄想救她 需要救的是福家的人 因为妈妈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现在对福爸下手 接下来还会对其他人下手 而妈妈真正的目标 是会做预知梦的福妈 她要靠福妈的预知梦得到取之不尽的财富 归主和多海正在商量对策 没想到女儿先在学校发生了意外 自从上次女儿招惹笑花后 就被同学孤立排挤 给她失控女的外号 女儿想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假装无视所有人的目光 但等她进门时有同学故意推门 导致她的眼镜掉在了地上 笑花又假惺惺地上前关心 女儿挣脱对方的手不小心划破笑花手背 笑花怀恨在心 将女儿锁在了体育馆里 归主接到老师电话 得知女儿消失不见 急忙联系多海赶到学校 多海叔叔也赶了过来 监视女儿这么长时间 叔叔早已熟知女儿的生活 她带两人去女儿经常去的地方找人 归主在叔叔的讲述下才知道女儿的喜好 她悔恨自己这些年完全忽略了女儿的成长 三人找遍了女儿可能去的地方 但到处都没有发现女儿的身影 就在归主焦躁不安时 多海告诉她自己看见了未来的归主 对方提到女儿就在学校体育馆 此时被关在体育馆的女儿 看着天色越来越暗 内心恐惧无比大声呼救 可呼喊半天只是徒劳 她只能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归主在保安的帮助下打开了体育馆的门 看到小小的女儿无助的身影 她心疼又自责 一把将女儿抱进怀里 三人来到饭店 归主关心是不是有人欺负女儿 可她不懂如何跟女儿交流 说出的话像是在质问对方 女儿忍无可忍冲进了洗手间 多海追过去安抚女儿 她跟女儿讲述 上学时她也曾被同学孤立 被关进仓库 而且还发生了火灾 当时她想过就此消失 反正她的存在就是一个透明人 但有人冲进火场找到了她 多海劝女儿不要害怕听到别人的心声 最重要的是听见自己的心声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归主请教多海 她该怎样做才能走进女儿的内心 多海让她什么都不要说 只要看着女儿的眼睛就好 归主来找女儿 她给女儿买了喜欢喝的咖啡 女儿拒绝接受 推桑间咖啡洒了出来 归主帮女儿擦拭衣服和眼镜 女儿眼镜被摘下 她透过爸爸的眼睛听到了爸爸的心声 归主内心在向她道歉 不该让她一个人独自成长 她一定很害怕 希望现在陪伴她还来得及 从今往后会努力跟她拉近距离 好好跟她相处 女儿哭着质问 为何对方现在才明白自己的苦楚 忽然又听到归主说 会把她出生那一天的时光找回来 那是自己最幸福的时刻 女儿泪流满面 哭着回应 那是她最糟糕的时光 自己的每一句心声 女儿都能回答 归主这才知道 女儿有听见别人心声的能力 她问女儿为何不告诉家人 女儿痛哭回答 这种能力只会让她痛苦 当年一家三口出去玩 归主为了救人再次消失后 妈妈告诉她 将带着她搬进大房子 但是不会带归主去 女儿看着妈妈的眼睛 分明听到妈妈在心里诉说 都怪她偏偏出生在那天 女儿好奇询问妈妈 是不是怪她出生 妈妈大惊失色 手忙脚乱之下出了车祸 从那时起 女儿就认定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 她是个能听见别人心声的怪物 归主这才明白 这些年女儿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 她心疼地将女儿抱进怀里 多海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也红了眼眶 因为妇女二人终于解开了心结 此后 归主教女儿骑自行车 女儿遇到了暗恋的男生 她吓得刚要逃跑 男生叫住她 将修好的眼镜交还 并跟女儿保证 如果女儿讨厌她 她就控制自己 尽可能不出现在女儿面前 女儿终于鼓起勇气 正是自己的内心 这边的归主和多海 也沉浸在轻松温馨的氛围中 多海告诉归主 不知为何 那天未来的归主出现时 她总觉得未来的归主 看上去很是忧伤 多海说完发现身边的归主 突然消失不见 原来归主终于回到了 女儿出生的那一刻 寻回了消失已久的幸福 归主重新回来 跟多海分享喜悦 她感谢这一切都是因为 多海才能实现 并拿出两枚戒指 一枚戴在自己手上 一枚给多海戴上 承诺未来的她一定会回去 就多海 因为她已经爱上了多海 归主表白完 深情地吻上多海 与此同时 福妈突然尖叫着 从梦中醒来 她跌跌撞撞 冲进五厅找福爸 痛苦地告诉福爸 归主会死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